又一年过去了啊 这时候呢是2014年 也是这个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的那一年 这个安娜呢就正好又飞到了这个 车里亚宾斯克 这时候呢是早上五点 那克里亚呢已经在那儿倒塌了 看起来这一次啊它好多了 而且呢也是拜熟人所赐吧 它获得了一个在豪华轿车公司的一个新工作 专门呢就负责接送那些莫斯科来访的那些商务人士 薪水呢相当的好 而且啊既合法又不危险 它呢还拿到了一辆新的福特汽车 而且呢这个福利呢是下班以后啊 这车你还可以开 再也不用担心啊 它那个老出毛病的那个破旧的那个日古利车了啊 另外呢也不会担心这个警察的骚扰了 乌克兰呢现在肯定是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头条新闻了 克里亚呢也开始夸夸夸的谈论起这个政治 过去啊他就是认为只有普京才能带给俄罗斯稳定 如今呢他更是一个坚定的普京拥护者了 他获取的新闻渠道啊 呃当然就是收看这个国家的这个电视台呀什么的 复述的观点呢也是这个从这个电视台来的 就是不断的对这个乌克兰法西斯分子这些持续的谩骂 另外呢就是他觉得作为我们这个强大起来重生的俄罗斯人感到非常的骄傲 那他认为的呢也就是最大的敌人 那就是美国就是美国把我们弄的这样的 当然他这个说完了这个美国是最大的敌人以后啊 赶紧又把这个安娜从这个美国敌人阵营中给排除在外 哎说你你不算啊你不算你是个例外 应该说啊他过去对美国还持有一点这个正面的观点啊 这时候已经当然不存了 两个人呢一块呢去这个市场啊买这个日用品 呃说到这个现在的这个经济危机呀什么的啊 这种担忧他就说外界的这些东西啊 呃报道完全不符合现实 哎呃 最终只能会让我们俄罗斯去发展我们国内自己的工业 俩人一块呢回到了这个科利亚的那个家啊 就是他们那村子 这时候呢他的妻子啊正在那揉面团呢 要做一个俄罗斯传统的一种那种饺子 哎很好吃 旁边呢就是他们那个十个月大的小女儿 呃克里斯蒂娜 小女儿呢这时候就坐在一个带有轮子的那种旋转椅子上啊 就在那小小的厨房里边把自己啊在那推来推去推来推去 妻子呢这时候呢这时候安娜呢已经开始在准备肉馅了 这安娜呢就问这个安说现在牛肉卖多少钱了呀 一问呢这价格比几个星期前已经贵了70%了 这个桥麦啊是俄罗斯人的一个主食 可是现在呢也涨价了四倍 但是科利亚就在旁边还在那不断的送扬着普京啊 还有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这妻子一下子就把他的话给打断了 说俄罗斯啊居然给这些乌克兰的难民提供补助 还给他们免费提供这个住的感到愤愤不平 因为我们俄罗斯自己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在艰苦度日呢 凭什么给他呀 他们这个家族里啊那种紧张的那种状态还跟以前一样 科利亚呢也在不断的在那骂他这个一直就喝醉了酒的这个岳父 这岳父啊一直就老是不断的跑到这个厨房来跌跌撞撞的啊 完了就打断他们的这个谈话 安娜后来呢在几个星期以后啊 从科利亚那知道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科利亚的妈妈呢终于买下了一间新公寓 而安娜呢就安和这个科利亚呀 也自己拥有了一个自己的那个专造的那个房屋了 他们呢就搬到了这个车市的城市里边来了 因为拥有了自己的小天地啊 这妻子呢也开始想给自己的女儿啊 把他过去自己没有的一切都给这个女儿 比如说上音乐课啦 上一所好学校啦什么的啊 至于这个丈夫的健康问题 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妻子的计划和讨论范围了 我们今天呢也要讲一讲呢 这个俄罗斯 这是那个车市的那个火车站啊 讲一讲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同行恋 他们的生活 这个在俄罗斯啊 也有大批的这个同行恋者 尽管呢肯定是不敢公开啊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活跃的活动的 你像这个他们这个车市啊 就有一个叫谢尔盖的 他在几年前呢就跟这个安娜呀 坦诚的说过 而且呢还跟安娜呀描述过他们这个城市里边 他们这个群体 应该说呢你看这个现状啊 就跟40年前的美国差不多 如果你要是问普通的这个车市的人啊 你认不认识同行恋啊这样的人啊 大多数说我们这没有 可是呢比如说你再深入跟他们接触了以后啊 再问这个问题 或者说问一问你对这一类人 你有什么看法的时候 哎这时候呢大概他们也就会承认了 说哎确实啊我们这儿呢有一些不一样的人 嗯 考虑到啊整个这个社会 对这个同行恋属于压倒性的负面态度 所以啊几乎没有人公开的出柜 哎担心呢遭到家里人的反对和这个工作上的歧视 但是即使如此啊这个同性文化依然从这个地下冒出头来了 有这个大量的这个网上的网站 还有这个专门给这个同志啊 设置的这种聚会的场所 93年以前啊这个同性的比如说你这种性行为 在苏联一直是属于非法的 直到93年呢这个罪名呢才被解除了 那个之前啊就是你会判五年刑期 同性文化啊应该说在莫斯科呀圣彼得堡这个地方啊 还算是有一定的这个活动空间的 甚至呢有一度啊在当地还会成为一种很新潮 很前卫的象征 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啊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的设计界啊或者时装界的啊 呃或商业界的吧 他明明其实并不是 但是呢他也要装扮实 因为呢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啊如果你是有这个倾向的或者你 就是的话 哎你呢这个从观点呃前卫和各方面啊 他都让大家会觉得很容易接受 再一个呢确实是啊比如说我接触过很多啊 我觉得就是他们真的比就是单纯的你的性别啊 会有更广阔的一个想象空间和那个创造力 因为他同时又是女人又是男人 哎比如说这个男人吧 他比如说是个gay他会非常的了解这个gay或者是男人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 哎所以在驾驭这个他的这个伙伴的时候啊真的是 哎呀 佩服 经常说来吧来吧有什么困难我给你指点指点 哈哈哈很有意思好玩 而这个比如说他偏向女性的啊 有时候我们作为女性来说我都会觉得自愧不如 哎就是他关注的那种小细节啊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女人跟他在一块最后都会感叹我们是女人吗 哈哈哈哈 这个但是你在这个俄罗斯啊很快你就会发现就是整个大环境不太欢迎这种的而且反应相当的激励 有一个穆斯林的这个领袖啊就公开表示殴打这个同性恋啊是被这个伊斯兰教允许的 哎完全不违背教义 你完全可以这个全身而退 东正教会呢也公开的谴责同性关系 视为这种行为啊就是罪灭 而这个右翼呢提出了一个议案并且获得了通过 就是禁止啊向这个未成年人去传播非传统的呃这种性别这种呃识别的这种资讯 就是说比如说啊我是一个呃有自己怀疑自己是同性恋的 我肯定生活中就不断的有各种的困惑 我就会紧张我就会就说很多的不不不知道吧 他困惑嘛他就而且纠结 哎很多的年轻人啊那个时候真的很痛苦 但是他没人去他知道自己可能是不正常 但是他不敢去跟别人去咨询 而如果有这个有人指导或者咨询呢 他会正确的判断自己啊 我他因为你好多他不知道他以为自己神经命了你知道吗 哎但是呢就在2013年俄罗斯议会就实行了一个新法 名义上呢就是保护儿童 就是你不能向未成年人呃去传播关于这个方面的性知识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条法律就是在打压同性恋 哎里吉呢就是在俄罗斯啊刚刚起步的同性恋人权运动 这个法律啊还弄的吧把这个词呢用的非常的模糊 就是你弄的吧就是关于这个同性恋甚至同性恋这种游行 都可以在这条法律中呢适用把你解读为一个犯法行为 以前安娜认识的那些高中老师啊甚至大学教授啊 呃以前都是畅所欲言的 现在都不敢触碰这个议题 哎因为啊就是你仅仅比如说谈论这个同性恋 即使是说比如说是文学呃主题来讨论都不行 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这个文学作品或者你的评论 都会成为像未成年宣传同性恋的一个议题 你会犯法的 在这个2014年不正好是索契冬季奥运会吗 正在筹办吗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孔同症啊 呃又急剧的升高 因为你想啊有好多的外国人会来吗 但是这个呢对这个国际奥委会啊 还有这个俄罗斯主办方来说是个灾难 因为全世界都在那选择你这个国家实时的这个新的这法律啊 弄的这个普京呢也不得不出来表示说 我们这条根本不是针对同性恋的 我们没想剥夺他们的权利 他们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份子啊 完全在我们俄罗斯没有遭到过任何歧视 可是呢你在这儿不断的强调我们俄罗斯的道德高度 完全超越西方 这在大多数俄罗斯人来看 你就是在明显的攻击同性恋 因为西方只有西方才是允许什么同性婚姻啊 呃甚至让你们同居啊 这种属于道德败坏的国家嘛 哎大概也是为了强化这一点吧 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普京就是明确的指派了一个大嘴巴 口无遮拦 炮火极为猛烈的一个极其厌恶同性恋的一个人 哎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这个人 去掌管国家的宣传机器 他叫Dimitry Ksayouf 他是这个当时在俄罗斯啊 整个媒体界最有权力的一个人 他就在公开的啊 就是说这个应该像这种同性恋的 就应该拒绝 呃禁止让他们捐献器官 哎就是他们不配 并且呢就说他们死的时候啊 他们的那些心脏什么的 就应该赶紧给烧了 甚至给埋起来 哎他本不适合再去延续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死了 我想把我的心脏我的器官啊 肝啊什么呃这个肾呢啊 我要去捐献 都禁止 就这么说 另外正好呢发生过一个22岁的一个同性恋者啊 遭到了残忍的谋杀 他呢就在节目上公开的说 那他是自找的 谁让他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呢 对不对 你自己惹来的这个凶手对你的攻击 你就是咎由自取 他这么说的时候啊 整个俄罗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 你这番言论完全违法了俄罗斯的法律 因为俄罗斯是不允许宣传仇恨言论的 应该说这条心法啊 就像这个呃 迪密去这这种人物呢 在俄罗斯迅速的崛起 呃崛起 而且也鼓励了这个俄罗斯 暴力对抗这个同性恋者的那一群人 每当这个同性恋群体啊 在这个国家度嘛 下一会那个大楼外边啊 呃就 举行抗议嘛 就抗议这条心规 嗯 这照片哪去了 哎 在这个大楼外呢 就公开的亲吻啊 就是这样的啊 这个警察就站在一边 眼看着这个示威的人群啊 被人家泼水啊 呃被人家殴打啊 根本不管 乔治呢是在这个车市啊 呃他是一个三十所的一个男gay 他呢是这个 以前是一个青年团的 可是呢 现在呢他被除名了 他从没公开过自己啊 呃这个同性恋的身份 也没公开说我出柜了啊 但是呢你能通过他的打扮 呃比如说穿长靴啊 紧身的那种牛仔裤啊 还有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种穿着呀 再加上他比较独特的那种言谈举止啊 就能够让人引起怀疑 所以呢这个 青年团啊 也没跟他打招呼 就直接的对你啊 敬而远之 你被开除了 好在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公关和销售经理 所以呢 他也不怕找不到工作 哎 也没有什么哪个公司啊 说哎呀我宁愿 呃这个得罪得罪了你 我也我我我也得保持我们的这个纯正的传统 不过啊 真的现在就是恐童 就是恐惧 同性恋 这个在俄罗斯 现在这个势力越来越强烈了 而像乔治这样的人啊 就在这个同志这个社交网站上有时候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心了 都怕呀遇到什么陷阱或者是挑衅 因为他就有一个朋友啊 就是在网上认识了某个人 哎就前往这个一个公寓啊 直接在那让人家给摁住了 打了一顿 而且呢还被迫呢 供出来在城里边另外一个呃 这个gay的名字 而那个gay呢就被揭发了 直接工作丢了 不得不逃离了车里亚宾斯克 现在的乔治啊 有了他的恋人了 但是呢他们必须非常非常谨慎 呃大概啊 在这个整个俄罗斯 也就极少数在演艺界工作的这个 这种人啊 还敢公开的在街上手牵手 那在车市你对这种啊简直就根本不可能 2013年这个新法通过之前啊 车市曾经有过一次大概也就一百多人的一个同性链游行 但是呢也就是聚集在一块啊 呃也没敢喊口号 就是沉默不语 然后呢放了一些彩色的气球 就是用一种沉默呢表达着不服和反抗 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这个人吧 现在每年呢还会有一个聚会 但是呢大家已经是讨论的主要内容是 你这个引起西方的关注和我们这个公开的示威 到底是在帮我们还是在害我们呢 等于就是我直接就算是出柜了嘛 对不对 你这么一弄的话 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呀 现在讨论的主题是这个了 在这个城里啊 有一个最受欢迎的一个同志聚会点 哎一个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的地点呢叫Neo 就是彩虹的意思 呃 咱们这翻译成彩虹 是一个叫卢米拉的一个女拉拉 她呢经营的 她有过婚姻 生过一个小女孩 现在呢 生过一个小男孩 现在呢她有一个恋人了 她的脸书上啊 对她的这个身份是毫不避讳的 但是呢 比如说她在处理她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学校事务的时候 或者呢 她为一些异性恋的一些人物啊 搞活动啊 提供服务的时候啊 她就要表现出异性恋 或者说她们同性恋经常说的那种叫自然的样子 这个自然就是这个俄罗斯同性恋里边呢 对这个异性恋的一种称呼 不过啊 这个一般就是周五周六周日 哎 一过了这个午夜 这个她的这个据点就摇身一变了 就变成了那种各种花了胡哨打扮过来的啊 特别讲究气派的那个同志俱乐部了 安娜呢 就经常跑到那个俱乐部里边度周末去 亲眼看见过啊 有一次呢 就是她这个俱乐部啊 晚上应该是一个这个 那个异性恋的一个婚礼 但是异性恋婚礼啊 到了很晚了 还没结束呢 可是呢 这时候呢 因为过了午夜了 这个心脏不宣的那些同志呢 就都开始哗啦哗啦 就开始进来了 哎呀 说那场面啊 双方都觉得特别尴尬 可以说用混乱来形容了 就是每个人的那表情啊 都是 这么回事 就全这样 这出租司机啊 其实都知道这个俱乐部 哎 这个真实的名声 你只要比如说我要去这个尼尔 到这个霓虹去 这司机啊 常常就会要求这客人 那你坐后排吧 你别坐在这个副驾驶上 就好像啊 这同性恋就是一种传染病似的 这个俱乐部的入口处呢 卢米拉呢 就安排了他的保安们 干嘛呢 就专门去挡那些想进来的 那个梳着平头的 或者是他们就觉出来 你有可疑要来搞破坏的 那种坏分子 他们会检查所有 进这个俱乐部人的包包 哎 找各种你有没有毒品啊 什么这些踪迹啊 绝对不允许 有啊 坚决不许进来 因为卢米拉是最不希望 警察来突袭的 大概也是因为他的谨慎嘛 所以至今这个俱乐部呢 还没受到过这个警察 或者是当地的有关 什么机构的这个骚扰 他自己啊 就打趣的就说 哎呀 我们这个地方啊 应该算是城里边 最干净的酒吧了 卢米拉呢 就常常的坐在他自己的 那个小办公室里啊 仔仔细细的查看那个 闭路监控的那个屏幕 确保啊 千万别在这出什么事 哪失控了呢 一有苗头 赶紧就给灭住 而他这个 在这组织的那种歌舞晚会啊 什么的啊 什么各种表演啊 真的一直会 闹到这个 大清晨 这演出呢 也都是非常的机智 逗趣 充满了各种滑稽啊 或者是各种的双关语 就是关于性的双关语 哎 经常还会有这个观众啊 直接就上台去参与 这个安娜呀就特别着急 他虽然啊 俄语啊 已经讲的相当流利了 可是就这个双关语啊 他即便是查字典 他还是不得要 完全听不懂 里边的梗到底是什么 可是你又不能说 老去问人家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所以他自己觉得特别的遗憾 不过呢 也是通过坐在这儿啊 度过的好多个夜夜晚晚 他呢 就认识了好几个本地的这个同性恋者 有年轻的这个男律师 会计 还有各种的这个IT的这种行家 这帮人呢 都是绝对不敢出柜的 就是怕自己的工作就丢了 尤其在这么一个不宽容的社会环境中啊 应该说处境是非常艰辛的 跟这个大多数俄罗斯男人啊 这个形象完全不同的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些同性恋者 往往是格外的这个身材销瘦 非常的英俊 这个呢 他们自己说啊 就是因为我们这儿竞争太厉害了 你要想寻找一个你的伴侣啊 简直就是我们不能像那种自然男人一样啊 那么可以放任自己 大幅翩翩的我们也随时能找到我们 喜欢我们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的圈子太小了 所以竞争太厉害 那你要想找到喜欢你的人 你就得保持你的良好状态 俱乐部里边啊 有一个叫Sasha的一个跳舞的 她呢 是一个双性人 她呢 已经就是做过手术啊 就有那种 新长出来的那种乳房和这种 女性的那种臀部啊 但是呢 她还没来得及 把她那个男性的装备给切了呢 安娜这时候呢 就约她呢 在这个咖啡馆见面 见面的时候呢 安娜居然啊 等了好久都没等到 就没认出来 其实她早到了 她心目中呢 就想我再等一个年轻的男的Sasha 因为Sasha本身就是男人名字嘛 可是那天呢 这个Sasha啊 输了一头那个 修剪的很漂亮的啊 很时髦的一个披肩发 还化了点淡妆 你一看呢 就是一个很标志 很漂亮的一个女人 结果啊 俩人是通过这手机啊 来来回回找 才把对方给找着的 这Sasha呀 就说她自己的处境啊 说我那就比更 那些同性恋者更复杂了 没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同志啊 愿意在公开场合和她在一起 因为她太乍远了 哎 引来不必要的注意 引起麻烦 这都不行 在这个政府 这种这个反同志立法 这条法律以后啊 就塑造出了一个公共形象 就是好像所有的这个同性恋 都是恋同僻者 她呀 其实就说她的那个青春期 就是相当的孤独 相当的困惑 和相当的折磨 因为没有一个人给她这个心理指导 她也不知道她自己到底怎么了 哎 这个 应该说啊 对于那些年轻的男男女女 就是同性恋人 他们不知道 而缺乏这个咨询啊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残酷 而现在呢 这个你这法律 基本上就是被禁止了 所以啊 她一看呢 在这个国家太难待下去了 她考虑呢 想离开这个国家 毕竟啊 她比别人呢 还有一个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 就是她爸爸啊 是一个美国公民 虽然说她爸呢 是很多年前啊 已经把她和她妈给抛弃了 但是呢 这个她有这个关系呢 她还是有这个能力 可能移民的 只不过呢 她现在是因为有她爱的人在这儿了 所以呢 她才没有离开这个国家 留下来了 这些年啊 因为这个俄罗斯啊 不断的在宣传这个抵制西方 所以现在俄罗斯真的已经变了 变得越来越不宽容 Sasha呀 已经不能想象 在她的有生年里啊 可以呃 在这儿能够结婚 就是说跟她爱的同性恋人啊 能够结婚 哎 因为呀 就是连你 比如说 你们同性恋者啊 收养一个孩子都不可能了 因为呢 她认识的有几对啊 这个在几年前 还有方呢 走这个擦边球啊 领养到了孩子 可是现在呢 已经完全这个渠道没有了 而且呢 就是社会这个服务机构啊 会随时把你的孩子夺走的 确实安娜呀 也是借了机会呢 认识了几对年轻的这个同性伴侣 都在这个设法呢 能够移居海外 使他们有一天呢 能够在外面拥有自己想要的家庭 这个呢 也是因为比如说你到移民啊 你这个说你是同性恋呢 尤其上在欧洲啊 你比如申请难民 会很快得到通过的 哎 你看我以前讲过 我讲过吗 对 就是跑到那个叙利亚的那时候 就是有一个那个 那个人他就为了能够进到德国嘛 当时人家就跟他说 你实在不行 因为他用了各种方法都走不了啊 还被骗得一干二净的 还差点淹死了 所以呢 后来就说 你就冒充你说你是同性恋 哦 我还没讲 想差了 哎 这就是海斯勒在埃及 我们后边会讲到海斯勒在埃及啊 就会讲到这个人 他就是在埃及的同性恋者 又讲这么久了 好吧 那行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